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游戏只可以两人玩 就是六岁以上玩的 训练一下小朋友一个讲话询问人的技巧 它分为简单和难的 如果简单的就先玩四只动物 如果难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上去 即是五只或六只 譬如我选了这四只 我顺序放进去 但是对方放的时候 他也放的 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不可以看到大家怎么放排列顺序 我放了这四只 我把这四张卡给了 而他选了这四只 他这四张卡给了我 现在大家开始询问对方 譬如我问他 你的乌龟是否在长颈鹿上面 是 如果他说是 我先先放 到他问我 你的乌牛是不是在海星上面 上面是吗 上面 错 不是 好 好 原来是否在海星上面 不是 好 接着到我了 嗯 你最下面那只是大象 不是 不是 好 好 你的猪是不是在海星的下面 是 猪在海星下面 是呀 下面 是 嗯 然后每一个回合 我选择去猜 要选择去猜 要选择去问 我都继续问 因为我的资料不足 然后我就想了 嗯 嗯 长颈鹿的下面 就是他下面的一格 是不是大象 不是 不是 嗯 好 接下来 猪是不是在海星的上面 猪是不是在海星上面 是吗 是 嗯 好啦 那我看到他好像 感觉上 他好像快要猜到我了 那不如我就拼一下去猜测一下 你的排列是否这样 错 错 好 那你的排列是不是 猫 海星 猪 鹿牛 错 嗯 好 接着再到我了 嗯 那接着的话 我就猜你是这样 错 都错 是 嗯 好 再来 你的最下面是不是猪 是 好啦 欸 那他好像快要赢了 我都要快点 暖 你都要猜一下 这样咯 你是不是这个排列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吗 那这些都是有些策略的 因为你看到他 你是不是这个排列 是啊 所以但是我会比你猜到 所以是我赢了 好啦 是啦 那如果呢 其实简单些玩法呢 就是呢 他正好的时候 可以给他问多一次 或者可以给他猜 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是困难玩法 所以呢 每个回合只可以一次 我看到他就快赢 不理你三七二十一 就先猜了 对吧 就是这样玩的啦 那有时间再过来看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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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